高湛 凭什么你夜夜生歌 我就要独守空房 我是北齐五城胡皇后 就是五城帝高湛的妻子 陆令轩的手下败将 我早年给夫君生了两个嫡子 他最喜欢老大高伟 一继位就立我为皇后 立高伟为太子 和我这皇后当得好无趣 陛下根本不进我的门 于是我跟陛下的宠臣好上了 陛下不但不管 为了专心快活 直接把皇位传给高伟 自己当太上皇 转眼间 夫君纵欲而亡 我变成皇太后 可我儿更任他奶妈陆令轩 我男友一边哄着我 一边任陆令轩当干妈 一时间全亲朝野 我儿一天到晚 可劲造钱 盖豪宅开烘攀 宫女的裙子都花费万金 我夫君有个树长子高畜 养了一群波斯狗 专吃活人 大街上看到婴儿 抢过来活生生喂狗 把婴儿的血抹孩子妈身上 让狗接着吃 我儿跟他混在一起 把活人脱光了 扔到一桶蝎子里 看人扭曲惨叫 俩人拍手大笑 我呢 一心享乐 身边不止一个男友 有一天我儿看我屋里两个尼姑貌美 正想明信 发现原来是两个和尚 一怒之下把我的小可爱都给杀了 后来我男友也被我小儿子高掩杀了 我小儿子可是高家为数不多的正常人 结果陆令轩窜到高尾把他给杀了 为了讨好高尾 我把自己的侄女送进宫 第三下次求陆令轩 将我侄女立为皇后 陆令轩假装跟我好 漫不经心的在我面前挑拨离间 我也是傻 一冲动剃了我侄女的头发 把他废了 结果陆令轩手下的人被立为星后 没几年 北齐终于被北周灭了 我儿被杀 我成了俘虏 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 我更是抓紧时间寻欢作乐 不过说我带着儿媳妇在北周开妓院 那是小说南北史演义里杜撰的 别当真呢